Hello,大家好,我是DP 刚刚在写那个SST的代码 我要写了一段添加百度统计的代码 然后写完代码以后 我用那个GPT做了一下辅助工作 完成了代码的一个聚合 再然后这个代码聚合完成后 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让GPT、Cloud、Deepsec 这种主流的大模型来做一个对比 看看在相同的问题的条件下 他们各自的回答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期视频 然后说一下这期视频 我只是单独的在我的生产环境这个个例下 分享一下我遇到的这个事 不代表任何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说完了 我们先来第一阶段 大家看看我做了什么 一共就两个文件 一个是在src下的man.ts 我把这两个文件复现了一下 因为我当时没想录视频 然后一个是root下的一个index.ts man.tx在这边加了这么一段代码 其实就是说当生产环境的时候 写这么一堆代码 把百度的统计实力化一下 root下面的index.ts 就是这么一段代码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在生产环境下的时候 每一次路由变化的时候 就是推送一个这个叫什么 tracker pageview 来帮助百度实现那个跟踪 帮助百度搜索实现跟踪 然后这个代码里有一些坑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那个javascript 或者tstypescript的程序员 我是后端程序员 所以说我先说一下有一些坑 首先这边有一个windows点 这个全局变量 这个是需要考AI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if if是做了一个嵌套 因为在这种语境 就上下文环境下只能这样做 但实际上如果集成到文件里 有一个更好的写法 这边也是这个if的一个嵌套 还有这边有一个sync 还有这边的这个几个参数 大概就这么这么这么几个几个点吧 大概是这样 下面来看看我给AR提供的问题 我这人的习惯不喜欢把问题写的太复杂 我喜欢先写一个大概齐的一个问题 看AR第一版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反应还OK呢 我就会继续通过对话去问下去 如果第一版反应很糟糕 然后我就会改我给他的提示的问题 然后重新开一个对话 所以我写的是我有一个view view3代码帮我把相关的代码 集中到一个统计.ts里面方便管理 然后我告诉他我添加的代码是什么 然后一共是两个文件的目录 注意这里我把目录给了他 因为我想的是view3和目录 它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包括这个mand.ts和road下滑线慢 不好意思这边应该是index.ts 不这个没关系不影响了 不影响他的理解 然后把我直接再下来 我就直接把我的代码都复制进来了 唯一留的一个中文提示 或者唯一的一个注释 就是说windows是全局变量 其实这个他应该能懂 然后在那个root里面 也是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 一个提示都没有 但是我额外加了一个 就是告诉他root这个ts文件 是可以那个输出一个root文的 root这个叫什么object或者什么 好的 那个前面的情况交代完了 我们来看看gpt4o mini做了什么 相同的这个问题给他 然后他先告诉我 就是新建这个什么src下的统计这个文件 这个目录其实无所谓位置 因为我没有去指定 然后他这个文件里面前面都是中规中矩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函数 我们等会来看 然后下面是第二个函数 然后下面是第三个函数 等于这个函数对应的是我的第一个 就是慢点ts 然后这两个是root 这两个 这两个是root点 那个 然后看一下他写的情况 首先这个if他给他独立出来了 然后这个下面就没有什么点了 然后这个里面他 他这个单独拿出来这一个 我当时能够理解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把它做一个分离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就有意思了 首先他把那个if独立出来了 然后他把这边的srnc和一些不必要的参数去掉了 然后这边他还给了我一个return true 他告诉我 然后去和next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读懂了这个代码 然后最后他把这两个函数 就是export出来 然后在那个man.ts里面 引入使用 然后root index.ts里面 他好像读出来了还是说我没写对吗 他理解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一个笔物被他认出来了 然后root这边其实很简单 我没有给他上下文的内容 他就直接把这个函数掉进来用了 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只问了一个问题 后面的那个开发的选项 我就不看了 简单来说 那个gbt4omini写的代码还算中规中矩比较满意 后面我通过几次对话的过程 让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修改 然后代码就基本上可用了 好的 我们下面来看看 OK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cloud 3.5 他是怎么回答的 问题是一样的 然后第一步这个if他没有去拿开 其实这个也还好 然后 他没有 他直接写了这个 他把那个root都放到了外面去 就是root还是留在了 那个那个rootindex里面 是大概是这么做的 所以他把他这个也没有保留 等于没有把我要求代码都聚合进来 但是他的这个代码还是能用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地方他没有去处理他 就是他并没有把多余的那个 参数和多余的这个 这个isync 处理掉 上面 这个他其实他这样嵌套也没什么问题了 只不过 以我的习惯我会把这个独立出来 然后把代码写到下面来更好的去那个 处理后面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就用了那个 Deepseq v3 因为我对Deepseq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就用了v3和RE两个版本 然后相同的问题给他v3的速度非常快 可能 呃一两秒答案就出来了 然后他写的嘛 怎么说呢 他几乎上几乎是照抄了代码 然后像这种这种多余的参数 什么的 他其实没有看 然后他写的有点类似于 Cloud3.5的那种感觉 他也是分装了一个函数 然后混合着去用 但他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就是把我给出的这些代码都尽量分装起来 或者说按照他的想把它都封装起来 还要额外做 就是按照他的答案来说 想把这两段都封装起来 还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然后接着就是用了 这是DeepSig 对DeepSigR1 R1呢 他思考的过程会很长 然后结果也好了很多 首先可以看到R1是和GPT4一样 对这个IF进行了一个额外的处理 然后他和那个Cloud一样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 其实这个东西我没有告诉他我要那个Build 我只是DV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这个支持 是不影响代码运行的 然后这段写的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下面IF他也做了 然后这个ISRNC和这个他没有去处理 可能他觉得无所谓又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和就是ISRNC和这个后面这段应该是处理掉的 然后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一段 这边有个空他没有去处理掉 当然用也是能用的 然后 然后他在这边为什么还有IF 他这个是不应该是这个有点多余了 因为他在那个TrackPedgeView里面 已经有了这个IF的这个Return 所以是多余的 但是他已经比那个V3明确的好了很多 而且他给了一些额外的说明 比如说那个这个全局变量 为什么要声明啊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是多做了一些东西的 好的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吧 首先说结论啊 就是说如果在代码运运行的角度来说 GPT4Omini Deepsec V3 R1和Cloud3.5他们的代码 都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说在完美程度上的差别 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让我用的话 那个GPT4Omini排第一 然后Deepsec V1和他也很接近 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经过经过非常微小的修改 代码就能投入到生产环境里去 在开发环境里就能够运用起来 这个程度一定程度上是减少了工作量的 这么一个说法 然后Cloud比Deepsec V Cloud3.5是排在那个R1的后面 比V3要稍微好一点 V3就我不会用V3去写代码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有点有点不太合适 然后有一个点我想提出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Deepsec他会把他那个就是R1版本 他会把他思考的过程都给到你 然后如果对于新手或者说想要学习的人来说 只要他写的大部分都是对的 所以看一下还是能比较容易去理解 或者说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增益的项 好的 这就是这期我把我开发环境的实际问题 放入不同大模型中 进行对比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 或者遇到了相关的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